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才能去除干净 切菜花的时候有哪些小窍门 今天我们的徐浩师傅将一一告诉大家 干炒菜花需要准备的主料有菜花 辅料有五花肉 胡萝卜 红菜椒 青蒜 条料有干辣椒 豆豉等 这个菜花到底是不是植物的花的部分 它属于就是花椰菜 花椰菜俗称就是菜花了 那么菜花就分为绿菜花 白菜花 这个洗菜花要注意 有的里头会藏虫 有腻虫 有的就是洗不干净 还有农药等等 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在这说 说不要再吃菜花了 这菜花里面的能量是弄不干净的 弄不干净 其实是弄不干净 没那么复杂 首先你拿大菜刀 先把这点给它切了 你做起来就简单了 你别从根来的窄 那就费劲了 然后咱们再给它掰成小朵 这也没问题 用什么方法能把它真正洗干净 我们上次去吃肉的包里面 现在简单掰摆 这个最好是均匀点 对 熟的时候 熟的不一样 菜花里的小菜虫 我以前听人说 是拿那个温水比较容易泡出来 是这样 给点盐水 盐水 对 来 我们来点盐 一勺子盐 对 来水 需要泡一会儿 泡一会儿 把那农药和小虫子 它自然有了就出来了 来 请泡一下 制作干炒菜花的第一步 就是先将菜花摘成小朵 用淡盐水浸泡十分钟左右 天天锦囊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切菜花时 先用刀 把根部切除 然后按照菜花花茎的走向 一朵一朵的用手掰下来 由于菜花的花散部分 比较容易藏流一些小菜虫 您只要放进淡盐水当中 浸泡十分钟左右 小虫自己就会跑出来 而且还有助于去除残留的农药 来 我们下面就把这些配料先切好 好 清算 清算切 马蹄片 马蹄片 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清好师傅 所以这些称为这个马蹄片 什么菱形块 稍微有点生死了 有点生死了 马蹄片 其实就是斜刀切 斜刀切 非常简单 然后呢 把胡萝卜切下面一片 这你来切两道可以 没问题 切这么大块吗 这银刀啊 再切片啊 是吧 这样行吗 靠谱 靠谱 你看有进步 这就是快进啊 这就是快进 快进 我今天切的可快了 你别说 切的是行 这不容易 哎呀 这人就是怕鼓励 我跟你说吧 不行 这已经保护了 非常不具体了 我听到 不具体人他没看见 最好是不在旁边呼吸非常的急 心里提提啊 行了 够了 切好了 夹糖菜嘛 不用那么讲究 肉呢 我们切点小的肉片 行了 干炒菜花这类就是素菜的时候 最好是加一点这样的五花肉 对 让它有点 调剂一下 有点滋润 是吧 那一旦要用到五花肉来调剂的话 就一定要听到那四个字叫肉酥酥油了吧 对 一定煎透了 对 为什么这么爱听这四个字呢 因为这四个字真的其实是一个技术 对 其实是要学问的一个技术 好 我们这个配料切好了 好 菜花这点 也该有小虫子也该出去了 是吧 水浸泡了一段时间了 有点这个药水 农药它也就浸泡出去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我们再拿清水再冲一遍 通常这样浸泡大概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菜虫啊 或者表面的这些农药也就泡出去了 对 大控水 好 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这个菜花呢 我们先干边边 干边一边 这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七号师傅给我们想讲了 这个干炒到底特点是什么 干炒呢 我们刚开始火不要太大 小火 把这水气给它煸出去 是吧 所以反正干炒啊 干边啊是一回事 对吧 那都什么样的食材比较适合做干炒 你看菜花啊 什么笋啊 豆角啊 什么干边牛肉丝 就是水分其实不是很多的 对对 你看这水不在往往回嘛 是吧 这个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 感觉有点倒烟了 有点倒烟了 不是那么生顶着了 蔫了 蔫了 还是它表皮有点焦黄了 哎 就可以了 那要弄到蔫还是比较容易看到这个指标的 对对对 要表面都黄了 一般人就 只要一黄就过了 对 这就要控制好火候 这个时候千万别加 稍微了 你加盐 水分又出来了 哦 对 就白把那个水吸弄出去了 对 那干边这个把菜里的水分滴出去的这个过程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呢 水分太多 它在吸汤汁 吸调味料的能力就差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第一步要把它多余的水分滴出去 为了它一会儿有调味汁的料 它能吸进来 更低块 对 是这个目的 你看水越来越少了 嗯 有点找尖了 嗯 边上个别的你看有一点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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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千万不是糊 不是糊 对 对 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家有的时候 就一瞬间的犹豫 它就直接就糊了 对 到这个状态 它特别容易扒锅了 哦 你感觉它有点射熟了 嗯 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 射熟就是说那菜在里面翻动的不那么厉口了 就是多余的水分没了 嗯 它就容易粘锅了 嗯 刚开始水气特大 特别滑 你翻动感觉很轻松 嗯 这个时间就感觉有点射熟的感觉 往下趴 往下趴 对 这个火头 看见没有 就合适了 很均匀就发黄了已经 这就是你要翻炒 扒了 很均匀啊 好 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可以给它搁在一个容器里头 嗯 制作干炒菜花的第二步 就是先把菜花下锅煸炒一下 目的是要把菜花中的水分炒出去 这样再吃到嘴里会更显单香 天天锦囊在这里提醒您 在煸炒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一 要用小火 二 不要加盐 因为这个过程 是要让菜花的水分经过煸炒蒸发出去 如果这时候放盐 菜花中的水分就会被杀出来了 第一步干煸的程序就做完了 干煸的完了 嗯 这个过程完了以后 我们看到师傅把这个锅很认真地清洗了 对 因为它多多少少有一些菜汁 扒在锅上才很碩 一会儿这锅就非常难使 哦 对 很多人在家做菜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过程糊弄一下 那不行 就紧接着就影响下面 你这一糊弄它一会儿它该糊弄你了 是吧 这没弄力了 一会儿去的话全扒锅 一定会还回来的 对 好 所以下面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先润一下锅 因为我们这个全色了 你讲话这太柴了 对吧 这锅不好使了 对 这个今天在录节目之前还在跟崔浩师傅讨论这个润锅的问题 润锅就是食不常的拿一些油 在这个锅里面用小火 对 在家里头你没必要能给你多油 嗯 有剩的肉皮 碰碰 它就好使 对 你比如咱切五花肉 请点肉皮下来 搁着 你的碰碰 它就好使 嗯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锅保持一个滋润的状态 来一点点油 把这五花肉先煸一煸 嗯 到了肉酥吐油的部分了 对对对 太令人激动了 这肉一定要煸透了 这样呢 它没有肉腥味 是吧 您在煸五花肉的时候 刚才煸菜花的时候用的火是一样的火好吗 哎 这个你看小火 用的是小火 哎 现在你看这肉酥吐油了 好 你这么快就肉酥吐油了呀 哎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什么 干辣椒 根据你的喜爱 决定多一手 啊 豆豉 豆豉 哎 可是需要说为什么在加油的时候 就是煸这个五花肉 那个炖肉酥吐油的过程就特别慢了 是因为我火小了吗 对 你火太弱了 它且酥不了呢 是吧 哎 这个时候我们煸的差不多了 谁放什么 放种 葱姜了 蒜 葱姜蒜片 这个阶段放葱姜蒜 哎 把葱姜的香气再给它炒出来 嗯 你看这肉就非常的炒透了 嗯 这时候肉就很香了 那么胡萝卜呢 不容易熟 我们先把胡萝卜放下去 时间要久一点 多边一边 哎 特别是你切的东西 对对对 我就先下去 这胡萝卜片是我的 胡萝卜片有点透 是吧 所以我就下去来了 这话不能聊 这话不能聊 所以这些干货的调味品是在肉酥醋油之后 五花肉盛熟了之后 鲜下这些东西上 对 把它的味儿弄出来 是 味道香气出了 再加胡萝卜 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 然后我们这时候放调料 放入料酒 酱油 盐不够呢 少来一点点盐 盐不要多 味道它有回味 是吧 我们稍微来点糖 但是不是要吃甜味 呃 之前的过程咱们没用过盐 没用盐 所以但是因为有一些豆豉的 豆豉了 哎 我们再次放一点 这时候把辣椒放下去 好 这时候可以把青蒜放下去 这就是差不多快收工了 最后把煸好的这个菜花 这个时候放 让它把汤汁吸下来 哇 看着就好吃 看着就好吃 这时候要把汤汁给它炒干 嗯 我们可以开点大火 让它这要有锅气 这个时候要锅气了 锅气的意思就是用大火 大火一分度起来了 香气才能出来 你看汤汁全部吸入到里头了 好棒啊 好 这时候即可出烧状牌 这道干香微辣的干炒菜花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再来帮您回顾一下它的做法 一 菜花掰成小朵 用盐水浸泡十分钟之后 用清水洗净备用 二 热锅凉油 小火将菜花的水汽煸炒出去 稍微发黄的时候盛出 三 锅上火 放入少许的五花肉片 煸炒到肉酥土油的时候 下入干辣椒 豆豉 葱姜蒜片和胡萝卜片 炒香后 调入料酒 酱油 盐和白糖 放入红彩椒 青蒜和菜花 调大火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已经出锅了 知道有多香啊 这就是干炒菜的魅力 一出锅 锅气十足 没错 端起来 香香四溢 没错 我跟徐浩师傅现在准备来尝菜 我种点尝菜花 徐浩师傅送点尝胡萝卜 对 我得欣赏水醇的劳动成果 没说啊 你切一把那胡萝卜炒出来 本味十足 胡萝卜原味保存 你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 切的是皇上他妈太厚了 都说师父护了徒弟 都说 你不能这么护了 看我叫他们护徒弟 这个干炒的好处 它主要是这个菜里的水分先出去了一步 对 它在泡面跟调料融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吸得很足 干炒这点就这特点 先把它多余的水分给它煸出去 是吧 然后我们再给点调味汁 这些酱汁混合的香味 这些油水 这种油香 纸香 它吸不进去 你吃这菜花 叫油脂油味 没错 这个口感特别爽利 而且香气十足 大家不妨在家自己也试着做喝 另外大家在做菜的时候有什么疑难问题 或者有什么新发现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网页 跟我们来沟通和互动一下 请教一下我们的厨艺大师 谢谢邱老师 来 我们下一道菜做菜的时候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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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